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记一下 每份分的同样多 就叫平均分 让我们看 平均分时呢 不能遗漏 重复 一直到分完为止 同学们 你们记住了吗? 那我们看 你能给几位小朋友平均分彩笔吗? 我们看一下 一共有这么多的彩笔 有几位小朋友呢? 一 二 三 三位小朋友 回想一下 刚才我们学过的 什么是平均分呢? 对 要分的每份都一样多 而且不能重复 不可以遗漏 好 那我们来分一分吧 我们先来数一数 一共有几个彩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排有十二个 两排就是二十四个人分别 那如何平均分给三个人呢? 我们先来试一试吧 我们可以一人先给五个 再给他了 五个 再给他 五个 再给他 五个 再给他 五个 我们发现 应该还剩下六个 然后呢 我们再一个一个的分 给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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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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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会正好分完 那么每个人就有 一个 七 两个 七 三个 七 我们每一份呢 都分了七个 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平均分给了三个小朋友 同学们 你们懂了吗? 看 需要平均分较多物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分 会避免一个一个的分 太费时了 我们可以第一次多分一些 然后逐渐添少 直到分完为止 同学们 你们懂如何分一些 较多的物品了吗? 好了 下面就和老师呢 一起运用今天所学的知识来练一练吧 我们看 这样是平均分吗? 请你判断一下 我们看 这里有三组 西红柿 那第一份呢 有两个 第二份有三个 第三份有四个 我们说 平均分要分的每一份都是一样的 它每一份的大多少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第一个 不是平均分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 三份橘子 我们来看 第一份有三个 第二份有两个 第三份呢 有三个 我们再说一遍 什么叫平均分来着? 对 平均分呢 就傻分的每份个数都一样 它 它只有一 三份的个数是一样的 所以 这个呢 也不是平均分 我们再来看第三幅图 这里有五份苹果 数一下吧 一份有四个 第二份有四个 第三份有四个 第四份有四个 第五份也有四个 它的每份份数都是相等的 所以 它是平均分 同学们 你们判断正确了吗? 好啦 下面呢 就和老师一起来回忆一下 本节课我们所学的内容吧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平均分 那我们看一看 什么叫做平均分呢? 对 每份分的同样多 这就叫做平均分 那我们还学习了什么呢? 平均分的时候啊 不能遗漏 也不可以重复 要一直到分完位置 那我们看 在需要分较多物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一般第一次多分一些 然后呢 再逐渐填少 好啦 同学们 今天的课你都学会了吗? 一定要回家再复习一遍哦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再见吧